今天正在想写点什么,就看到阴眼防务出了一个文章,说叙利亚烈士子女送到俄罗斯独军校,然后就列举一大推例子,说穷兵属武什么的,脱离社会,军人要颠覆文人政府。 还说日本军国主义怎么的,我就想说了,这个阴眼防务脑子从来不充电,上军校怎么就脱离社会了,那些从小进入体育院校,封闭培训的是不是也脱离社会了? 瑞士全民皆兵,退役枪带回家,顶期获每日集训一次,是不是军国主义? 美国全国无数枪支俱乐部,全国同军训练营比比皆是,是不是军国主义?韩国强制服兵役,是不是军国主义? 如果不是苏联有大量的航空俱乐部,射击俱乐部,被国家提供大量的作战人员,苏联的卫国战争将更加艰难。 叙利亚作为一个常年为强敌侵扰的国家,烈士的子女去俄罗斯军校学习,回国保卫国家有何措置有? 俄罗斯面对北约的、美国、恐怖分子的多重压力,国家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,来保证很基本的安全。 少年军校是俄罗斯军队血脉的基础保证,这个世界是不太平的,不想为其他国家清少, 就要有强大的国家军事力量做保证,什么叫脱离社会? 军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,和其他一些大学是一样的,接受各种现代化教育,只是多了军事科目而已。 鹰眼防务的眼睛是瞎的,各种文章都带有倾向性,而且是毫无逻辑的倾向。 是非不分,真假不分,或小视听,鹰眼防务无非就是想制造一个让国家七五同文的社会舆论, 然后等待他主人那边发动文化舆论运动,制造颜色革命。 强国必须强军,从古到金永恒不变的道理,到枪入库,马放南山吃的亏。 在历史书上有无数个例子,看看那些不重视军事发展的文人领导的国家最后的下场。 最后再说一句,世界上能有一定发言尘的国家,知识力量就是其最有效的依靠。 觉得我胡说的有道理,就刚才挂手,轻轻的关注一下。 谢谢,好了,这里是有深度的胡说八道,理性的看社会,科学的看未来,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